周英俊老師哪些手面向的人 他也不是故意的 他個性比較模糊 丟三落四的 常把身邊的人耍得團團轉 應該講說丟三落四 迷迷糊糊 那個應該假如說 感受性不太敏銳 那個神經軍比那個水管還要大條 就是你 人家已經開始在生氣了 你說根本就不知道 他在生氣 我怎麼不知道 他有生氣嗎 對啊 為什麼要生氣 對 為什麼要生氣 對 都不知道 他根本就感受不到 所以但是就是變成說 他身邊的人 應該講說身邊的人 跟你很在一起的人 他可能要為你去做一些 後續的一個補救動作 所以就會鬧著別人團團轉這樣子 我們現在來看看有哪些人 在哪方面 像就像額頭如果說比較寬廣 硬膛比較握寬的人 硬膛就是兩個眉毛的中間 這個比較寬的人 其實很多事情他都比較無所謂 什麼都不知道 他就是 特色特色 特色特色 對 有一點點天兵 這種人就是天馬行公 不切實際 有時候覺得什麼都可以 為什麼不行 對啊 為什麼大一點的內衣不行 對啊 這樣子不是比較好穿 不是比較不會約束住嗎 對啊 會長大 而且還會長大 對不對 而且阿嬤也可以穿對不對 阿嬤 阿嬤跟孫女一起穿 阿嬤不會覺得怪怪的 他現在比我高耶 只是沒有我這麼捧而已 不是 他都沒有你那麼捧 阿嬤跟妳去穿到孫女的內衣 阿嬤不覺得怎麼樣 不是 我覺得他們內衣有個好處 因為我們很大嘛 然後覺得這種天氣 然後有時候我會偷穿她的 永遠 可是小朋友會覺得說 阿嬤你怎麼穿我的 因為年輕人會覺得這是我的 我是你的阿嬤 沒關係 對 他就是會永遠 永遠不知道 別人會覺得那個是貼身的東西 因為貼身的東西 有一種覺得說 別人去動她 或是說去穿她 會覺得很不快的 對 有時候別人在做套路的時候 他在騙你的時候 你都完全不清楚 就是不知道他真的在騙我 他是人家就說這個多好多好 那常常成為人家的代罪羔羊 有時候真的被騙都不知道 被騙還去當車手 人家都把你賣掉 你都還在幫人家數錢 這個錢怎麼賺這麼少 都不知道 所以像這種人 真的有時候就是天馬行空 真的是不 應該講不切實際 天馬行空有時候是好的 因為因此才能夠做到大事 但是如果說不切實際的話 那你真的就是被 你的那個叫做 身邊的人一定要幫你去擦屁股 對 來 我們看看有一種人 他就是臉比較圓厚實的人 肉比較飽滿的人 這種人他是梗子豪邁 不經大腦 完全不看場合 這個場合可以說什麼話 他都不知道 他自認為幽默 有時候我其實是在跟你開玩笑 我怎麼這個知道 這個開這個玩笑 你不喜歡 所以有時候你說下去 別人都閉嘴 你都還不知道 他生氣了 為什麼生氣 怎麼這個 我只是在跟他開玩笑 他生氣什麼 就會變成有很多地方這樣 但是你知道你這個說下去 有時候你的那個 應該身邊的人可能要去做 去跟人家道歉 去跟人家說他沒有這個心意 但是問題你就說出來了 所以這個就是 那個臉比較延後的人 就是肉比較飽滿 像琪媽這個也是一樣 所以常常就是在這一方面 你的家人真的是 會被你耍得團團轉 你不是故意耍他 你根本就完全不清楚 對 我就覺得說 有一次經品店 朋友放屁 然後他們就一個很臭 還拿來噴 我說他就噴了 我們說就是你 因為我站在你邊 就是你拌腿 百貌 你別鬧了 他就被趕出去 我就想說 怎麼會趕他出去 我不知道精品店 還那麼認真 我都不好意思 太厲害了 就是有時候你自認為幽默 或是自認為 你根本就不知道說 這事情就不看場合 說出來可能會對人家有一些問題 再來我們看看 另外一種的 眼睛比較大 那嘴大 唇厚 唇 嘴唇比較厚一點的人 這人人就是心直口快 想做就做 他不會去 也不會去理別人 有時候他認為 好像都在說琪媽 他認為說 他講話的時候 我就是真話 我不講謊話 對 那你就是這種人 我就直接講出來 他不會看場合 不會修飾 不經修飾的什麼事情 想就說 想說就說 我就是把它說出來 但是有時候 真話很傷人 真的 就是這個場合裡面 根本就不適合說真話 因為你也不知道他們熟不熟 或是我們熟不熟 那你就直接把那些所謂的 我就沒說錯了 他就是這個樣子 就這樣子的說出來 但是你知道嗎 你都已經害到人 或甚至讓你的家人 一定會為你這個事情 就後續要去做道歉 應該講說 擦屁股的動作會很多 所以你就把搞得人家 就是家人就會團 就是會團團轉這樣子 所以這些人都是屬於那個 迷糊的個性 丟三辣性 辣事的個性 所以有些事情就是這樣子 我沒有說錯 我自認為我會跟你開玩笑 或是我自認為 我就說真話 幹嘛你們這些人怎麼搞的 旁邊的朋友是壞人 只有我是好人 很可怕 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那我們那個幫忙過生日 然後那個姐姐過生日 我們是不是都會想說 開心 寫個十八歲 要個十八歲的蠟燭 都嘛 現在都過十八歲而已 然後就有個人很白目 他嘴唇也是滿厚 他就說 插錯 他哪那麼年輕 他四十五了 全部的人有夠尷尬的 那阿姨直接 這樣 我想過了 不想過了 對啊 現在都買十八歲的 我跟綺媽去錄完節目 有一次去逛街 那我在看東西 綺媽 譬如說一問 這五千塊 綺媽就很值 一般都會戳你幾下 不然你不要買了 那五千塊 那買 我現在要靠電話跟您私家說 對啊 那個店家馬上要翻臉 我趕快說 對不起 我先把這個人送出去 我待會兒再進來 麻煩啦 他真的很直 他很善娘的心 是屬於可以交通 他不會害你 但是問題 有時候真的跟他在身邊 你常常會為了他 麻煩 三條線這樣子 跟這樣子的人做朋友 其實是友好的 因為他起碼不會害你 他是善良的 善良的 真的是媽啊 別鬧了 不想吃 那是 是 可能 我習近平 你 我不想吃 不想吃 不想吃 你 會 我 有 我說 我不想那 我也 後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